第二就是ADHD 过冬额可以买吗 过冬额也是要看报告 他有轻微的过冬 有很严重的过冬 这样子从中间到很严重的过冬 通常都是买不到医药保险 你要买人手保险 疾病保险可以吗 有机会咯 轻微的过冬额 OK 他还有机会的 可以买到保险的 第三就是depression 就是忧郁症 忧郁症的人买得到保险吗 如果你讲买医药保险 还在看这医生吃这药 你要买医药保险是不可以的 他是不会给你买的 这个是我个人观点 我只是给你一点点心得 所以depression可以买吗 他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讲医药保险这种东西 你吃这药还在看这医生的 这样医药保险就比较难来 人手保险可以吗 有机会 36-19保险可以吗 通常也有点难 但是还是有机会 我是想如果是说 那个人已经没有吃药了 完全好 这样看你的报告 你已经十年没吃药了 你已经五年没吃药了 你已经全部好透了 医生不需要再看你了 这样子你申请 把报告送拿来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帮你做的 好吗 谢谢 感谢观看